昨天的苹果日报 这个发表了一篇文章 很有意思 他讲到什么呢 讲到李瑞环 说李瑞环在任职之前 比较亲民 经常发表一些讲话 和中共的领导人不同调 这可能和他的出身有关系 因为李瑞环他是木匠出身 据说是发现他的 算是作为一个人才的 是胡奇利 胡奇利担任天津主要领导的时候 发现李瑞环有点水平 李瑞环早年是木匠出身 那个时候他既没有文凭 也没有什么资历 这是比较能干 说是他在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 他是作为一个工人 作为一个基层建筑公司的领导干部 被胡奇利看中了 结果一路提拔上来了 所以说这位出身贫寒的木匠 这个有一点新的思维 那么这一次 《苹果日报》就把他过去 在任的时候一些讲话拿出来 重新操作了 并称什么呢 说他是高展远主 所言即是 我想说他是高展远主 也过分了 只能说明他有些观点 比习近平好一些 他讲到什么呢 我看到今天海外网站转发的 这个《苹果日报》的报道当中 讲到 说这个李瑞环讲过 要勇于自以为匪 不要自以为师 什么问题都是完全统一 没有不同的声音 并不正常 那么说是李瑞环甚至说呢 一乎本应 一言九鼎 绝而九字 必犯错误 那么这些东西 重新拿出来炒作 显然是针对习近平的 我们知道《苹果日报》 他这个对习近平来讲 确实是很有意见 特别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当中 这《苹果日报》的创办人 这个都是在其中扮演了 这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苹果日报》一直在宣传 这个民主法治的理念 反对这个终身制 所以说他现在借助于 当前这种疫情 防控工作 导致了习近平的 这个皇帝的心意破碎 抓住这个机会 这个搅起这个舆论场的一场 我看到今天网络都有很多的报道 这很有意思 那么本人认为 的确是 李瑞环这一切 就值得宗伺 因为你出身贫寒 不是官儿代 就是不一样 一个人往往是 在宫廷里面出生 长大 那肯定是精于权斗 但是未必能为老百姓着想 要想让领导人 这个真正为老百姓服务 没有别的途径 只有是西方的民主 像美国相当大这样 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 他才能实实在在的 代表老百姓 你靠上级选用 这个只能是 个别的情况下 偶尔会出现 那么一两个好人 你像李瑞环也是 胡启力选中的 只不过是胡启力 相对来讲 思想比较开明 他和这个 胡耀邦有点类似 这些人物 都有相同之处 像赵紫阳 万里 西宗群 都是思想比较开明的 那开明的人 选的人 可能就好一点了 但是大部分人 还是这和习习近平的 思想体是一样的 就非常可惜啊 习近平作为一个 习宗群的后代啊 言论自由这个受害者 言论自由应当是提倡啊 也是这个 文自愈的受害者的后代 没想到他 住上去的时候 变得今天这个样子啊 特别的转制啊 特别的这个 格局非常小 所以说 导致这次的疫情啊 唤起了这个 媒体们的 一种这个反思啊 自然而然人们就联想到了 这个李对环 把他的旧座拿出来 炒作啊 用这个 过去的老的木匠来挑战 现在这个新的皇帝啊 本人认为啊 这件事情 肯定跟李对环 没有之前的关系 你想李对环 已经退休了啊 在家里就付钱啊 可以这样讲 生活是非常踊跃的啊 即使是疫情再犯滥 像他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 那这是前 前后后用的啊 肯定身边都有这个 这个医术高明的保健医啊 那肯定每一天都是 过的生活非常自尊 他不可能 这个冒着这种风险啊 挑战习近平 主动的把这个过去 这个讲话拿出来 这个重新的发表 还是一些反对习近平的人 借助这个啊 搞点事啊 这个买的买的买的习近平啊 我看也是一些好事 习近平的确是应该 重新的这个反思自弃啊 你想2012年刚上来的时候 还到这个广东省啊 深圳去思索 轻车减从啊 从头改革开放自路啊 正给他们带了一个幻想 但是后来由于什么呢 在反腐外遇当中 这个通过这个王岐山 主导的啊 打掉了这个四五百名 这个部级大老虎之后 又把自己这帮哥们弟兄 安插到领导港币上来 结果造成什么 他这个下级们为了催谱他 为了打谢他啊 不择手段 沿用文化大革命运 那些套路的一些手法啊 这也没什么奇怪 因为他主要的这个 助手一个是栗战书 这个可以这样讲 栗战书的年纪比较大 和我这个差不多少啊 都是经历过文革这一代的人 你想他这思想意识和水平 只能是留下时代的 深刻的老年啊 本身有没有读过多少书啊 也没有到西方去留学过 思想不够开阔啊 再加上人都是这样吧 地位发生了变化 这个思想也发生变化 人都比较自私啊 一个人如果说精神品格高尚的话 那可能你即使当官了 也会比较自恋 但有的人不同啊 当着官以后 那立刻就是 这个眼皮子一翻啊 就变得是非常的坐腾啊 非常的霸道啊 也非常的这个僵化 那么李律环属于另类的啊 因为他这个年轻时代 可能是经历过的事儿 吃的苦啊 这个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啊 17岁就到北京打工啊 当时有一个工长看作的 收的徒弟啊 他就片命的这个 做这个作业板的啊 所以说还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目击啊 那么建政十周年的时候 那时候 中国大兴土木啊 那么1959年时候 他参与人民大会上的建设啊 任那个青年突击队队长 那时候都搞这套东西 也都是左的 这种虚夸的东西 好在他是个实干家 他当个最大的伯尔党士 就是建筑公司的 党委的副书记 胡锡利有一次视察 我才看到这个 年轻人挺能干的啊 这个也是发现 算是个伯乐伯的提拔起来 后来就胡锡利任天津市长以后 李律环就副市长 后来这个李律环在1982年 接受天津市长市委书记 六四以后啊 中共这个权力斗争 就非常激烈的时候 55岁的李律环 升任这个 政治局的常委了 当时在这个常委当中 是最年前的啊 分管意识形态和统战 所以说那个时候 李律环说心里话 他有个政策的确是 还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啊 特别是他顶住党内保守派的要求 反对自由化的压力啊 主张意识形态宽松和谐 被市委是纪胡耀邦 赵紫阳万里 习中勋之后又一个开明领导人啊 这是苹果日报的这个评价 苹果日报他想推波助来啊 就是从天 搅起一滩这个死水啊 那么 为了其目的就是 坚持这个习近平啊 那么本人认为啊 这件事情 恐怕是和这个理论环境 之前的关系啊 还是这个知识分子们啊 现在对习近平看法比较多 而习近平恰恰啊 坚决不接受这个批评一切啊 一股道走到黑啊 你想这一次舆论这个批评压力这么大啊 他应该是有反思啊 应该看到的确自己在 这个处理这个疫情问题上 好大戏功啊 耽误了这个时机啊 你想团卖会上还在下忽悠啊 一字不提武汉啊 现在又通过求是杂志为自己解脱啊 说是1月7号就做了指示了 你指示在哪里啊 这个东西 别到忽悠了 越忽悠了 这皇帝的心意就破碎了 也招致什么 类似像苹果日报这样的媒体的批评啊 也在清理当中啊 那当然这个事也说明什么 就非常可惜啊 中共官场是逆淘汰啊 往往是越好的官员 思想越开明啊 越有希望 老百姓越拥护 反倒站不住 你看李六华在2002年 换届的时候啊 江泽民很狡猾啊 想把自己的人推举上去啊 把那些僵化的 浮穷的堕落的 贪腐的推卸上去 结果就以什么 68岁七长八下为名 把这个68岁的这个李六华逼退了 这挺可惜的啊 但是你再看习近平 对王岐山的处理就不一样了 你虽然也是七长八下 但是我给你绕一个玩儿 让你到这个国家主席这个职务上 继续啊 这个和自己配合啊 这个执掌权力啊 甚至不惜搞什么宗人士啊 修改宪法呀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你可以看出这个情况真是不一样啊 真是令人遗憾 这没什么奇怪的 本人都是讲过啊 这是总共鸡权统治的一个共同特点 你换了其他人不是习近平 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政权也已经走到了这个末期了 你看看现在就台湾那个当年啊 美丽岛事件这个前后政局的变化 你就可以看出啊 总共这个集权统治啊 一党执政 一党独裁 一人独裁啊 这个走到了这个地步啊 造成了这个瘟疫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泛滥啊 这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没什么奇怪的 它也预示了什么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啊 只会是特别的令人遗憾啊 这么多的老百姓的生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呀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